嘿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仙女猴 今天咱们来继续鳄鱼 写完皮爱奇道第二部 游戏的第42关 那么也是游戏二周末 二周末我们统一分割了游戏的关卡 那么每一个视频都是一个独立的关卡 并不包含这个第一关加上第二关的一半 那么都是以独立关卡为由 那么这次的话 也是为大家展示更为通透 更能理解的快速打法 同时看起来更干净 让大家去寻找一个更为准确的通关方式 那么游戏经历了这个一周末的洗礼 对于这个游戏的掌握 咱们也是更加熟练的 那么二周末的体验 明显要比一周末要好人很多 这个一周末是摸着石头过河 那么二周末的话 就基本上不用摸石头了 但是适段关卡还是需要重新反复摸的 因为有的关卡是非常坑爹 之前遇到一个 竟然玩了三个小时才打过去 这个就不说了 应该是往后的一个快接近尾声的一个无限水源关卡呀 一旦你做错或者是忘吃了 那么就只能失败了 那么这一关的话 像不可触碰关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人物是大顽固 那么需求的鸭子是这个绿鸭子 那么这一关是告我们不可触碰鸭子 但如果你不触碰的话 就无法去打开这个开关 从右边走就会把这个水源给掩住 那怎么做呢 就用与他相克的水源把他杀掉 那么绿鸭子他喜欢的是毒水就是紫水 那么咱们利用清水可以把它干掉啊 如果你把鸭子杀掉是不会算作你失败的 也不会取消你什么三星通关之类的 那每到无限水源关卡 我个人都会选择去把它这个 哎大顽固或者是某某柱住的这个老家的边缘都给他挖掉啊 这样的话看起来也是比较逗 你看他是一个棍杆司令在中间 周边连土都没有了 好的迅速挖开 右边咱们尽量挖的整齐一些啊 然后去引爆炸弹 这个炸弹不要挖太多 咱们从中间引爆 让炸弹的力量 以中间的更细的地方释放 从而打向更高的高处 那么大顽固也是轻松吃到了他盘中的食物 这个食物的话 其实应该是他在这个下水道里边去捡的食物 好这一关是变幻关 可以看到变幻关的人物 咱们是未知的 并没有说明变幻关的人物是谁 那么一切要等待他变幻以后 原来是爱莉 那么爱莉的出现也就标志着 咱们收集的道具并不是水源了 是蒸汽 那么蒸汽是如何从炸弹把它炸进去的呢 如果你炸弹在下 咱们是完全没必要炸呀 那么这样的话 他就会改变一个收蒸汽的这个口 变成在下面了 然后上边是炸弹 好的 从这下来 非常给力 也是非常的简洁 水源怕不够的话 咱们再等待一下 这个炸弹一定要等水源 这个这个蒸汽完全静置以后再炸 不然的话 这个蒸汽往上走的时候 咱们底部爆炸 形成一个对流 是没有办法把全部蒸汽打到这个机器里的 好的 就在这 漂亮 成功过关 那本期游戏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 手游酷玩